这是什么情况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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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出去 那个东益花药会照料赔偿 那出去吧 出去吧 回 回家 回家 好好好 金金 金金 我不过来啊 我不过来 不过来 第一 我看要不是先让金金回家吧 影响不好 而且金金这个心情好深 金金 孩子呀 最近身体不太舒服 咱们该谈的事也谈得差不多了 我先带她回家啊 回去吧 我没事 对不起 盛子 改天上门跟您道歉啊 哎哎哎 你这碗小心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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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金金 金金 走 走 盛子 没事 不没事啊 订婚 这么大的事 那孩子怎么就掀摊子了呢 白家妈连一句责怪的话都没有 盛子 你别生气 这个金金呢 实在是情况太特殊 咱们低解一下 好吧 我生什么气呀 我是担心你 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不让你喝 你喝了那么多 不让你喝 你喝了那么多 不让你喝了那么多 不让你喝了那么多 太好了 今天看出来的只有我 不让你喝了那么多 不让你喝了那么多 哪是什么 你今天对我太好了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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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鬼权喝点水 我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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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擦擦汗吧 你说 你要一直都有这么好做好呀 是吧 其实 桂香 只有我心疼你啊 桂香 我知道我心疼 我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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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干嘛呢 你们这是干嘛呢 不是 林桃 不是 您误会 您听我解释 非诚文言欺负我姐 行 行 行的 你给我出去 你欺负我姐呢 小孩子 你懂什么 出去 出去 不是 林桃 你听我给你解释 我 我 别走 林桃 你 不是 张桂香 你给我醒醒 你给我醒醒 听一听 你看你这 你看 他现在晕了 他说不了 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不是 这事是 这事是这样的 那个 您知道我一直追求 张桂香 他今天答应我了 所以我们有点 有点 激动 你们这 刚开始谈 就开始激动了 不是 领导 您就答应我们 您澄清我们的 我一定会对他好的 你们这不是刚谈吗 还是少激动 是 是 我知道您有心 可 考察我 不过您得要相信我 我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 以后我们必须少激动 得得得得 你回去好好想想 我要让他好好想想 你走吧 那 快向这儿 你甭管了 走吧 别走啊 别走啊 别走 赵海文算了 你别走 别走 你站这儿 张张 你干什么呢 张张 你给我回屋去 我太激动了 好 好 走 她在里面待了挺长时间的了 不会有什么事吗 不会 不会 再等等看 其实我始终拦着你和李春生这事 也有静静的原因 我怕再刺激到她 现在既然生命已经煮成熟饭了 尽量地让她别太难过了 妈 我想去给沈子道个歉 千万别去 你没必要我把姿态放那么低 我说一句话你可能不太爱听了 在我眼里啊 不管白家怎么样 李春生都是高盘了 她要再得便宜卖怪 那我可不答应她 我就是不想让春生为难 更不想让她唯一的亲人 心里头不舒服 你这么想也对 但是 行了 现在已经挺好的了 答应她了还怎么着 这死丫头 给我醒醒 干嘛呀 吓死我了 我这让你醒醒酒 让我醒酒 你也不至于这么愣啊 我问你 你昨天跟魏之国干嘛去了 行了 我喝点点酒喝多了是吧 下回注意啊 喝多了是吧 你就是喝酒的事吗 那我还有什么事 破罐子破摔呗 你说谁破罐子呢 说谁心里知道 妈 上学去了啊 你 你小屁孩 你给我回来说清楚 妈你看她 你管不管她 小屁孩跟我一样怪气的 我看张昭说得没错 怎么了 我犯什么大错了 还犯什么大错了 你是不是想跟白杰一样啊 我告诉你 我现在我不跟你废话 我昨天想了一宿 你是不是要跟魏之国结婚呢 我 我干嘛跟她结婚呀 你 你们怎么了 是不是魏之国说什么了 还等她说什么 我昨天回来的时候啊 这魏之国怎么搂着你干 什么 他 不要不是男的 你干嘛 找了算账 你醒了 你还咋来呢你啊 马上走昨晚干嘛 妈 你谁要跟你结婚了 好好说话 你这好心当成驴隔废废了 我问她呢 我妈说你昨天晚上在那儿 你干嘛了你 你先别 张贵香 我管不了了你是不是 我告诉你 有话跟魏之国好好说 要不然你给我散这儿好好待着 你好好说 你们俩说吧 这是你干嘛天儿给我回来 您先别人去 我去看看肯定没事 您要你拿着 贵香 贵香 这是 齐天大圣在死 你是哪里来的妖怪 我才不是妖怪呢 我是张贵香 你也不是齐天大圣 因为你没有金箍棒 谁叫你来的 这是我的一盘 给我走开 我就不 有法是你跟我打一架 给你一个 你只能打的 可惜我不生女孩当徒弟 那我叫你哥哥吧 我妈妈给我生了个小弟弟 整天只会喝奶拉屎 一点都不好玩 好吧 你叫我哥哥 我把楼顶分你一半 你给我就是 唐let 豪 为了 appreci 乖 他 给吧 作词 没事了 怎么办 其实结婚也没什么不好 我就有一个条件 啥呀 尽快 真的假的 桂香 桂香 我一定对你好 一定给你幸福 谢谢 桂香 桂香 京京 京京 你这是干什么 京京 京京 你赶快把小姨东西扔出来 小姨 我不许你嫁给她 京京 小 妈 京京肯开口说话了 是 这也开口说话了 这脾气也见长了 看来这就是 是 医生说的自然康复吧 行了 脾气也翻完了 走吧 别在这儿站着 进屋 走 小姨 你还没回答我呢 京京 不许胡闹 姥姥跟你说什么了 忘了 你还没回答我 嗯 京京 小姨想嫁给她 小姨相信 她会跟我一样关心你 照顾你的 京京 要是我这个小姨腹不合格 你就跟小姨一起监督我 好不好 你闭嘴 你根本就不是我家人 都是因为你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请 赶紧拿回来 快拿起来 我 春商 今天情绪不好 我进去跟他说说 我明白 去吧 不用你送了 你回去吧 不行 我得把你安静送到家 我才放心 这也孙姨交给我的任务 表弟啊 本来我今天应该在家里 迎接你跟白杰的 但是你看桂香这儿 你们顺利吗 老太太没为难你们吧 选择挺高兴的 那就好 人家能不顺利吗 还用找咱们操心的 行了 走吧 我都饿了 行行行 下馆了啊 老饿 就是胃口好 要不你跟白杰说一声 咱们一起吧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别想 你 别想你 站住 过来 干吗呀 你干吗呀 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 我没话跟你说 我有话跟你说 你怎么突然跟我表哥走在一起了 你到底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我有男朋友了 这个人对我好喜欢我 只不过他恰巧是你表哥 有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了 你跟我表哥从小 说不了几句话就半嘴 你也没少跟他较亲 到底怎么回事 我让你找一个喜欢的人 不是让你随便找一个男人 你从看不上我表哥 到喜欢上他 你就用了几个小时 张维侠 你是不是觉得没人管你 你可以随心所欲 拿自己开玩笑啊 你想管我呀 你是我什么人啊 要你管 我是你哥 从小跟你一起长大 你有几根筋我不清楚吗 你应该有属于你自己幸福的 跟你在一起一辈子的人 只可以让你过得幸福快乐的人 表哥是改变了 但你是不是能确定这种改变 能继续下去呢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拿下半辈子赌气 谁说我赌气了 属于我的幸福 那你告诉我什么叫属于我的幸福 我现在就挺幸福 你现在这样子幸福吗 我说 就算沈子孙怡 劝你们在一起 那也是他们觉得 你自己呢 你自己到底怎么想的 我没怎么想 跟谁过日子都一样 找个对我扶手贴耳 对我好的人就行了 对你好你就幸福吗 关键是你要看你自己喜不喜欢 自己不喜欢的人 就是人家把心挖给你 你也不会感动的 你要是拿赌气 来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 你不仅会毁了你自己 你还会害了我表哥的 大卫向 我说过我是你哥哥 这句话我永远不会变 我就希望你不要拿糟蹋自己来欺负 或者讨好周围的人 我这个当哥哥的 我随时准备为你负担到我 啰嗦 静静 静静其实姥姥 也不希望李春生和你小姨在一起 那你还要李春生当上门女婿呢 老婆 我们不需要她照顾 你等我长大了 我以后也可以撑起咱们白家的 现在老婆是管得了人 管不了心哪 你没发现吗 你小姨的心早都被她给带走了 我现在能把你小姨留在家里 已经是借了最大的努力了 老婆 你别难过 老婆想对你说 你要是真的在乎你小姨 就让他们俩和咱们生活在一起 住在这儿 静静 只有你好了 你小姨重新振作起来了 那个时候 我们白家才有好日子过呀 你想想 静静 以前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总喜欢吃完面 今天小姨也给你煮了一碗 尝尝 跟以前的一样不一样 尝尝 尝尝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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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领了这儿可就结婚了 章子一盖 可就没有回头路了 妈 我不需要什么回头路 您放心 我们俩会好好过的 以前妈总觉得委屈了你姐姐 嫁得太简单了 后来我就想 我就剩一个闺女了 我得大扮 封封光光地把你嫁出去 可惜了 妈 我本来就不喜欢那些花儿不实的东西 更不喜欢张扬 只要能够和心爱的人相守在一起 平平安安的 这就是我的心愿 多好的姑娘 怎么就给了李春生呢 妈 没有比李春生更好的人了 能够跟她在一起 我真的很幸福 你觉得好就好吧 真难过了 嗯 恭喜你们 曾经我习以为常的事 经历苦难之后才明白弥足珍贵 什么是最好的生活 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我不想下定论 我只知道 现在的我很幸福 来来来来 姐 慢点 没事没事 快点快点 动作快点 一边摆三个啊 这不是六个画篮吗 好 好 忙了 郑快车 姐 你们来了 春生哥呢 怎么就你在这儿紧忙活呀 谁忙活不一样啊 春生今天结婚 好 结婚 这我们怎么不知道啊 这春生哥怎么不声不响了就结婚了呢 别瞎起哄啊 她不告诉你们 就是怕你们去打扰她 一会儿忙完了她就来了 快点吧 快点吧 开业是大事快点 来来来 音音快把你们的东西再拿出来快点 时间也差不多了 时间也差不多了 你们几个在这儿钉着啊 我先回去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们刚才还对你幸福可苦呢 怎么转眼要开溜啊 就是 什么叫溜啊 我家里有事 又几对我妹子呢 没有啊 春生哥 哥 今天是不是有什么喜事要宣布啊 今天啊 是我李春生 双喜临门的日子 结婚成家 小店开业 回头请你们吃饭啊 今天拿疼啊 先堵上你们的嘴 来 是你的 我出去啊 谢谢哥 你的 谢谢香 谢哥 是 给你嫂子特意留给你的 谢谢嫂子 该谢的人是我 时间差不多了 来 开 对不起 春生 我不知道静静 别气啊 别着急 先把事情问清楚 我们回来了 我们回来了 你今天音箱店不是开张吗 你们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金金你过来 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这怎么了 我捡的 为什么 你这孩子 这淘气得有个先度啊 你怎么把结婚证给捡了 看来金金啊对我还是有诊解 没关系 这个医生说了 这发泄出来总比憋着好 没关系 金金 我觉得你应该道歉 我不 金金 任性不这么个任性法 你看看 你小姨和你小姨和 就刚领备这个结婚证 你给捡成这样 这不合适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啊 金金都承认了 要不金金啊 咱们重新把这个结婚证 快点 张安慧局 你想装好人啊 想都别想 静静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是在伤害小姨 小姨 你知不知道你跟她结婚也是伤害了我啊 行了 少说两句吧 哎呦 这上山会就 这剪得太碎了也不容易了 这能补办一个吗 妈 您不能这么惯着她 她心里再不痛了 可以发泄出来 现在这是在干什么 吵了祸以后怎么办 孩子病刚好 别被吓到她 那要不你们说怎么办 要不这样啊 丁青啊 我陪着你把这个经文诊成衣粘回去 不是为难你 就是想让你知道啊 做错事情 总得去承担后果 李春生 这是我们家 在我们家凭什么听你的呀 她已经是你姨父了 我从来没承认过她是我姨父 这话过分了啊 小姨 如果要是你心里面有我 你还像以前那样疼我 你阿哥就不会跟她结婚 那这么办吧 我和晶晶一块 把她给粘回去 妈 从今天开始呢 我就是白扎一份子 既然是我提的建议 还是我跟晶晶啊 把这个粘好啊 不用不用 还是按你说的一个 我陪她一块把这个粘一块 你们俩早点休息去 老老你怎么跟她站一起呢 你 啥也不说了 就这么定了 就这么定了 不用 我自己的事 我自己承担后果 不用姥姥陪着我受罚 李春生 你敢逼着我姥姥 你敢要求我姥姥你 晶晶 你误会了 我只想让你明白这个道理 妈 还是我跟晶晶 好了 别说了 你的安排没错 晶晶 是我跟姥姥没有交好你 你犯了错 我跟姥姥一起陪着你 你们觉得我为难她了是吗 所以你们现在要一起 教训我是吗 姥姥 以前就在我打碎的姥姥宝贝花瓶 你们都没有大声说过我 行了 不要说了晶晶 姥姥那是爱你 那是溺爱 那是不对的 你小姥不是说了吗 没教育好你 以后啊 你得成熟了 你得懂事了 你小姥夫也说了 说要负责任 咱们办错了就是办错了 承承错误 把她沾回去行吗 你们都说我 都是我的错 满意了吧 不就沾个这个吗 我自己沾 不用 姐 你怎么还不回家呀 妈都着急了 你这 你这都快成雷锋了 专挑那没人的时候做好事呢 不是 姐 我跟你说话你又不理我 你又跑神 你有这啰嗦的功夫 帮我扫扫行不行啊 不是 纯神大哥都结婚了吗不是 就你明白 我当然明白了 我也想让纯神大哥当我姐夫 清清现在 死活也看不上他 一直就去找他麻烦 我那天就帮 帮着他说了一句话 今天就把我赶过来 你说人家的家事 你个小屁孩跟着掺悟什么呀 你别平时光嘴上 纯神大哥 纯神大哥的 你心里得真把他当成哥 现在这是关键的时候 你得帮帮他 静静那边你帮着劝着点 跟你大哥好好相处 听见了吗 知道了 这我肯定的 我来扫吧 没事我扫完了 回家 人哪还真不能不信命 你看这魏之国 这次拿下矿电影院 一方面呢是机缘巧合 另一方面 这代理矿长对他的工作 我特别重视 我看这小子 还真是熬出头来了 我这跟你说话呢 你听见没有啊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怎么没关系啊 你不是想跟他结婚吗 那他能不能出去 那不是关系到 你以后的生活呀 您说您姨姨老革命 跟地主家三小姐的思想 也没什么大差别呀 这跟家庭出生可没关系啊 天底下当妈的 那想法都是一样 就是让孩子过好日子 你对结婚 有什么想法啊 没心思想 也懒得想 别快了吧 晶晶怎么样了 她没事 从小看着她长大的 什么脾气我心里清楚 今天这个事情 还是因为我而起 以后跟晶晶相处啊 我得多动动脑子 你又没有什么地方 做得不对 今天明显是她故意调难你 你想多了 傻媳妇 晶晶还是个孩子 要经历那么多 为难我 总比为难自己好吧 可是你看我妈 帐母娘也没错 孩子受委屈了 当姥姥的人愿意吗 我理解 晶晶 行了 好事多磨 你放心吧 我是童达铁主 怎么磨都没关系 别担心我啊 老天一一定是怕我承受不了 这么多的痛苦 才怕你来到我身边守着我 陪着我 那我得感谢老天爷啊 要不然就来不到你身边了 放心吧 会好的 姐姐 嗯 一会儿你啊 乖乖乖地睡一觉 明天呢 好好跟小姨也认个错 咱不为别的呀 咱就为小姨 你也得跟姨父好好相处啊 对吧 好好想想姥姥跟你说的话 姥姥是护着你 可也不能由着你下午闹 哦 我们家再也经受不住折腾了 听见了吗 睡觉好吧 睡觉吧 别蒙着头 好了 睡觉啊 你们真的不在乎我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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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怕啊 我去外面看一下出去 我跟你一块去 你别去了 外面什么情况都不知道 在家里守着妈和经纪 给她等等啊 你小心点 这外边这是怎么了 春生干嘛去啊 妈 外面好像着火了 春生出去看看 哎呀这可不得了啊 快点把经纪叫起来 好 静静 妈 静静不见了 好 坐下 快拿水啊 快快快拿水 快快快快快去 有人吗 快快快快 来 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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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把水啊 快去 快来 白杰你给我站住 妈 你别出来 你要找人也得我去找 你是一个怀深运的人 你赶紧回去 哎呀我不放心 那这样 咱俩一块儿去 你回去嘛 行了 别说了 好吧 来 开水 开水 快点 开水 那还有点 那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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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有一点 好 那还有 还有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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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了 出来了 着火了 刚才 是吗 还出电 我这火了 怎么着的火你知道吗 这 刚才墙角那儿 不知怎么回事 突然这儿 不知道什么情况 突然就涨下来 大家快来看啊 你看我抓着送火犯了啊 清清 我亲眼看见这丫头 鬼鬼神神 在那儿墙角转悠呢 把手放开翻 说什么呢 微笑点 我可是亲眼看见的 你看她手里 还拿着打火机呢 是不是让破不了 是啊 哪有规定的小孩 她手里不许拿大火机 不许你亲口碰人 我可没冤枉她 我亲眼看见 我理解 现在大家 着急后抱啊 我理解 我理解 但是没有证据 谁也不能往我们家 孩子上泼汤水 我看看 我看看 这好像是烧剩下的吧 你看 我看看 这不是烧剩下的衣服吗 是啊 你说这大晚上的 哪个大人没事跑出来玩火啊 那不是他家是谁啊 别拆了 别拆了 你看我们这儿 自己热都烧没了 都别拆了啊 报警 报警啊 就得报警啊 报警 我们家木料都好成木炭了 反正准备打家具的 这下全完了 行了 有事说事 别大呼笑调的吓着孩子 晶晶 到底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 晶晶 到底怎么回事 你给大家说清楚 贪得了吧 没事 没事吧 晶晶不怕 谁都不能往在身上泼汤水 我看还是报警报警吧 大家清紧一下 烧坏了什么东西啊 对 应该报警 衣服是我烧的 晶晶 你吓糊涂了吧 真好 是什么没事 你看看这儿 为什么要烧衣服和我的衣服 为什么 晶晶 别怕 跟姥姥说实话 实话实说 你说的就是实话 衣服是我烧的 但但我没想放火 我后来越烧越大 我 我就慌了 为什么烧衣服 我恨你 我讨用小姨嫁给你 晶晶 案子破了啊 大家看看了 这次看白家怎么收场 你看啊 这白家自己找的原因了 是吧 那总得给大家一个解释了 是吗 对啊 对啊 就是 就是报警 妈 你先带着白杰 晶晶 先回家 你们先回去吧 走 大家听我说 大叔一人到 我不用你装好人 回家 走 干老了回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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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听我说 大家听我说 孩子病更好 不能受刺激 我们先让孩子回去 剩下的 我跟大家解决 好不好 春生 你跟大家说 该赔的我们赔 一分都不能少 妈 你先回去吧 走 走 走 怎么回事 我们大听我错了 别着急 今天晶晶 惹了这个事 是我们的错 我先代表白家 在这儿 先给大家道个歉 都不许 她只是个孩子 孩子不懂事情 在家里给大家吵了几句 想烧两个衣服 发泄一下 意外烧了大家的东西 这是我们的错 我求大家 看在我们家孩子 刚大病出疫的份上 原谅他这次 我们家孩子 真的不能再受刺激 大家清点一下 你们的损失 明天我带着孩子 挨家挨户 给大家赔一道歉 赔偿你们的损失 我李春生在这里 谢谢大家 你说这烧的 都已经这样了 还怎么清点呀 东西没了我赔 坏了我修 脏了我收拾 你们要是还不解气的话 就帮我李春生打一顿 好不好 搞得真是 搞得真是 春生的意思就是白家的意思 白家的责任 白家来担 好了 天也快亮了 大家回去歇着吧 咱们看看白家说话 是不是算数 你放心 我李春生说话算话 好好好 就这样吧 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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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了吧 散了吧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散吧 散吧 睡觉都睡不了 好了 都睡觉了 天也结束 怎么那么傻呀 看看 没事 对不起啊 今天晚上弄成这样 没事了 看一看 晓晓晓晓 看着我眼睛 你在家里怎么折腾 姥姥都没有意见 可你这夜深人静 你出去放火干什么呀 你这要伤了你自己 你再出点人命 你说你让姥姥怎么办 妈 别说了 今天杀的是我和春生的东西 她心里恨什么 我们清楚 杀谁的都不行 你这要出了人命 你闯了大祸 你这辈子可就完了 知道不知道孩子 你耍脾气 也得有个限度啊 妈 事情已经发生了 别再气坏身子 进家门这么几天 惹出这么多的事了 你早晚得气死我了 妈 我们现在说的是 晶晶的问题 春生又没有做错什么 白姐 我就收口说她这么一句 你就跟我理论哪 妈 是我没注意 跟这个晶晶的相处方式 你应该怪我 但是这个事是咱们惹的 逃脱不了责任 先给 街坊买个交代吧 我会带晶晶去道歉的 我的事跟你没关系 他们看我不顺眼 大不了送我去照管所 我押人我就不怕我 不就胡说 那是个好地方啊 白姐 晶晶 晶晶晶 你是不怕 但是我怕 晶晶宁肯出事的是自己 也不希望你有任何的闪失 你怎么跟我撒气都行 我不是跟你撒气 我这样子都是因为 你非要嫁给这个人 晶晶晶 你这么说话会伤你小姨的心的 今天这个事 你做得太出格了 你故意知道的意外伤害了别人 现在 晶晶们还不知道有没有受伤的 但是你看看你小姨的手 都是为了你啊 可我这样都是因为你 你非要赖在我小姨身边 你已经毁了我一个家了 现在你还要赖在我小姨身边 毁我另外一个家 你就是没安好心你 晶晶 好好跟你姨父说话 晶晶 我是不是你姨父的重要 今天这个事 就是白家的一个朋友 回了我女 你不配 你凭什么管我呀 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呀 你不过就是赖在我姥姥和小姨身边的 第一条可怜虫罢了 晶晶晶 跟你姨父道歉 道歉 我不道歉 我没有姨父 晶晶 太没礼貌了啊 妈 姥姥 你们现在根本就不在乎我 你们 妈 谁也是不在乎你了 妈 妈 妈 你跟那个 白杰先去屋里休息吧 这个事晶晶冷静了会道歉的 晶晶 我会努力当一个让你承认的姨父 照顾你是我的责任 但今天我最应该做的就是 让你知道 学会怎么做人 我不需要 我就是不去道歉 你不去啊 好 我和你小姨去啊 我 阿姨 外姐 小姨 外姐 没事 我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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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了大半熊 能有精神吗 你家找火了 不是我家 是白家 白家 人没事吧 人没事 白家那外甥女啊 大半夜的跑出来玩火 这不差点把办个活动去收了 幸亏救得及时 人没事就行 看你那样 还惦记着你那上门女士啊 那是我哥 关心一下怎么办 你别急眼啊 就这么随便一说 李春生啊她没受伤 不过这事可少不了 白家那老太太啊护肚子 怎么也得把李春生就舍了 给我请假 我说 我说你啊就没放下 你姨父已经代表咱们家 去派出所去委会交了罚款 接受处罚了 别难过了 小姨没事 我不是故意的 静静 小姨不想再说那些 你不爱听的话来刺激你 小姨只想告诉你 不管是你受伤害 还是你自己伤害你自己 我跟姥姥都会难过 都会伤心 我们只希望你能好好的 我也不想总针对她 可是是她渐渐害死了我爸妈 我没有办法不恨她呀 静静 能不能为了小姨 试着跟她好好相处 也许你会发现 事实并不是你想象当中的那样 那事实是什么样啊 如果我没有亲眼看到她打我爸 小姨你说什么我都相信 可是我亲眼目睹了 你让我怎么去尝试 你和姥姥要是真为我着想 就不应该逼着让我去接手她 好了 小姨不逼你了 我们慢慢来 二姐 这昨天晚上这大火严重吗 可不严重吗 你看看这烧的 我忙了一上午 你们好多端端着着火了呀 有人受伤吗 有人说是半夜里 有人出来放火玩的 有有人说是这个 电线短路走火的 那不过没有人受伤 谢谢你啊 谢谢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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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去啊 一人做事一人当 倒进去 我跟着津津啊 你跟妈留在屋里 妈 你干吗去 我到春生那儿缠缠去 我心里不踏实 行了 您别看了 来来来 您看什么呀 都跟您说没事的吧 来 坐 妈 我跟您说 这新婚之夜 这大火一上 浴室上他们 俩人的生活 红红火火 您就别跟着添乱了 您得忙我的正事 我不去看看 我心里不踏实 您有什么正经事 赶紧说 这他们事都是正事 我的正事我婚事啊 我跟桂香结婚的事 您得张罗起来 我可不能跟春生似的 我得办着隆重上档次 那钱都投到聚落部去了 你结婚还能怎么隆重啊 你看你有跟我装糊涂是吧 春生那钱不是还没动呢 那是他爸妈给他留下的 这钱你不能想啊 不对 是 那是他爸妈拿命换的 这钱不能动 他不都跟您说那钱是给您 给您养老的嘛 我那是公司啊周转不开 您把钱给我谁能知道 你死去的爸知道 志国呀 那春生就是因为钱的事 蹲了大狱 妈不想让你再走他的老路了 服了服了真的服了 您能别再说丧气话了 这事我以后不提了什么 我以后再也不提了 好吧 沈子 桂香 你怎么着我在家呢 我也不找你 沈子 来 沈子 您知不知道那着火的事啊 春生啊 一大早就打电话来了 说那伙食不小 嗯 昨林右舍都吓坏了 好在呀 没伤着人 我听说呀 那火是精进放的 你说这孩子 半夜三更的去玩火 昨林右舍的东西 被他烧了不少呢 可不是吗 看老表弟这上门女婿 不好当啊 我就知道 春生的苦日子 就算是开始了 行行行行 妈妈 我求您 我求您别哭了成吗 妈 我答应您啊 我一定代表咱们家 我再带着我女朋友 去白家探望我表弟 这总行了吧 喝水 我们家 也就是孩子受了点惊吓 其他的就受了点破烂 什么赔偿不赔偿的 算了 现在连钱津津都主动道歉了 我们还能跟孩子过不去嘛 行 那谢谢了 没事 那我们就先回去 慢点 别送了 慢点 再见 再见 好 津津津津津津 我有话跟你说 我没话跟你说 你不用说 你听着就好了 今天呢 因为你主动上门道歉 大家没为难我们 不仅如此啊 大家对你的印象还大有改观 你这是跟我邀功的 想让我感谢你呢是吗 我告诉你 你不是把我得罪了 你永远都是我仇人 没关系 我有耐心 今天这个事情呢 你可以恨我一时 那我也不能把你变成一个 没有担当 四六不懂的孩子 总有一天呢 你会明白的 你少跟我说什么的 根本就不配搭我衣服 静静 放心吧 静静表现良好 真的 真的 行了 回屋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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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好想你 我今天做了之前 一定做不到的事情 我以为很难 但其实也没什么 姥姥和小姨 不用再指望那个男人了 我长大了 我可以保护自己的家 妈 春生一片好意 你冷静想想 这对晶晶只有好处 没有害处的 她这是进门立威 管教孩子也不能 这么个管教法啊 今天带着孩子 出去赔礼道歉 我答应了 怎么明天还折腾孩子呢 这把孩子折腾病了怎么办 这不要我老命吗 妈 春生立威又有什么用啊 她对白家向来 没有任何的死心 不管是结婚前还是结婚后 她都是在帮着我和白家 来解决所有的困难 你怎么冲我来了 怪我呀 我这是看哪 这李春生不在跟前 我跟你发几句牢唆 说几句心里话 你怎么 你这反应也太强烈了吧 妈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看不出你什么意思 你变了 妈 你喝点那个扔牛奶 得睡眠好 让你费心了 那我给你放这儿啊 今天情况特殊 你刚进白家第一天 我也不想不给你面子 但是管教精精 我没有把全权交给你 这一点你可得知道 教育精精 我不仅要顾及您和白姐的感受 我更要对得起白斌姐啊 妈 我相信春生 你能不能狠狠心 就要让春生来管教精精 好不好 我愿意 那也得看精精愿意不愿意 精精要是抗拒这件事 我绝对一百个不答应 感谢大家的光临 现在我宣布 青山矿电影院改造工程 正式复工 来 兄弟 师傅 这半成笔的大赝品 算是拿到手了 以后我们兄弟可要跟 都要你倒影啊 我走就说了 师傅 你干大事的 知道了挡都挡不住了 哪里 哪里 我们为师傅这回 算是扬味吐气了 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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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立业成家 我这业算立起来了 对对对 这就是 你说的让我自力更生的地方 不容易啊 你那就负责最清闲 最简单的搬东西 账给每天结 不必要 我就知道你怕苦 怕累 回家吧 这个家里的事 还是我来负责 以后你就 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就行了 谁说我害怕的 你能做的 我也照样能做 把安全帽戴上 累了别硬撑 你坚持不了一天 那是也很正常的 我如果可以坚持 以后在我们家 关于我的事 就没有你说话的份 没问题 贵香这孩子 从小就跟我的亲 跟我有缘分呢 我呢 也一直把她当亲闺女带 她要是真愿意嫁给我家治国 那可是我老魏家 把辈子修来的福分呢 这是她亲口跟我说的 错不了 本来我还以为啊 这丫头得跟我较劲呢 没想到她自己提出来了 这都是治国呀 努力的结果 以后啊 咱俩就是亲家了 爸 咱先不谈了啊 回到家里以后再谈 咱俩说一声啊 魏主国中午请我吃饭 我让张昭来 跟您在食堂吃 好好好 去吧啊 妈 我提前结婚 就让您这么高兴啊 当然高兴了 当然 还有点舍不得 真没看出来 这四个鸭子 还四个鸭子 还四个鸭子 这是你家孩子 你也够心狠的 这么巧 孩子在这搬东西 你自敢在这带着 我也心疼 但是没办法 为了孩子好 金金 歇一会儿喝点水 好 歇会儿 不要 那我把水给你放这儿啊 加油干 赚钱吃好吃的 累了 就不够 Rap 回去吧 疼吗 没事儿 妈 你先喝点水吧 你怎么多恋孩子的呀 静静 你也是 你觉得累了 你为啥不歇会儿呢 你也不能强弩啊 你看看这手弩 我没事 老王 我现在能自己赚钱了 你看 我也没想到呀 这孩子能干上一整天 这孩子有股韧劲 将来一定能成做大事的孩子 什么大事小事呢 我就要孩子平平安安长大 他又不是个男孩子 他有这股劲将来就吃更多的苦 姚姚 我将来一定比男孩子还要强 你跟小玉压根就用不着别人来照顾 没事 你别把扫布都用 静静 静静 静静回来了 怎么了这是 你看看 你看看你们家李澄澄 怎么调教孩子的 干什么了 这手伤成这样 我今天啊 他静静去工具搬砖来的 你看那桌上 他的工钱 把孩子委屈成什么样了 小姨 你现在相信没有李澄澄 我也能照顾得了你和姥姥了吧 小姨当然相信你 但你现在还是个孩子 照顾这个家的事 还没落在你身上呢 我去做饭啊 今天多做津津喜欢吃的 那我宁愿饿了 我把他要熟 che子 做津津 津津津用个孩子 我照顾着 你自己给我坐津津津 雪儿 你自己玩的 小姨那是你自己妈的 我自己去做津津津用一个 老婆说的 你不要说 我以前 还真没有全面认识你的能力 你这想法很大胆哪 不仅能解决 咱们老电影院下岗职工的在就业 另一方面 还把咱们的老电影院 变成俱乐部 面向社会经营 一举两得呀 邝领导肯定会支持 但是我一定要向领导好好汇报汇报 领导 能够得到您的任务 是我平生最大的愿望 戏过了啊 骑皮疙瘩掉一地 来 您喝水 领导 您看我这俱乐部呢 也快有眉目了 是吧 我有个小小的愿望 不知道您同不懂 你说 你说 我想在我事业起步阶段 向桂香求婚 求婚 求婚 这有点仓促吧 我只是让 你们俩现在这不是刚开始接触吗 是 但是我们这感觉 还行 桂香 你是不是也这么想的呀 你说说 说说你的想法 不用求婚 直接结婚就行 你发什么神经啊 这说正经的呢 我没发神经 我跟位置国 我们俩人处得挺不错的 都老大不小的了 早点结婚挺好的 太好了 太意外了 我太高兴了 妈 不过那个 孙姨 我们一定会把日子过好 我一定会对桂香好的 行行行行 你先啊 别忙着啊 这么着急的表决心 我呢 只同意你们俩谈恋爱 我没同意你们俩 这么快就结婚呢 你 你看啊 你这事业呢也刚刚起步 那也需要钱呢 你不会像白杰似的 领个证就完了吧 领导 这绝对不可能 只 只要桂香嫁给我 我一定给她一个 盛达荣重的婚礼 志光 我呢 不是那种失利严啊 这你清楚吗 嗯 但是你的情况呢 我那很了解呀 这俱乐部的钱 哪儿来的呀 这也是贷款来的 你拿什么 给桂香举行 盛大的婚礼啊 是不是 李娜 只要这俱乐部开始经营 赚钱不是问题 这空头支票你可不能开啊 你别开 这样吧 你呢 先回去啊 我跟桂香 再谈谈 好 谢谢啊 桂香 我走了 来 走走走 你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回事 你给我上什么眼药啊 你想好了没有 你想好了吗 慢点吃慢点吃 你小姨菜也没做完呢 都是你的 没人给你抢啊 嗯 我觉得今天小姨做的饭特别好 是吗 嗯 怎么把你饿成这样啊 你衣服怎么就不知道买点吃的 给你颠覆颠覆呢 嗯 嗯 姥姥 你不在那盯着 她不趁机打击抱负都不错的 一斤最喜欢吃的清蒸鱼 嗯 坐下吃吧 给我 哎 少副碗筷 妈 您不是买了一副新碗筷吗 不是 我是准备去买 哎 结果忙了这么多事交给忘了 对不住了啊 没关系 妈 明天我去买一双 你先吃 吃完了有你的 嗯 晶晶 没事 我再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 行了 咱俩出去吃吧 等着家里什么时候有你的碗筷了 我们再回来吃 这话说中了啊 你先吃 我去除了 去什么处方 现在又不是旧社会 你来白家是受罪的吗 白姐 不就一副碗筷吗 至于吗 人家李春生都不在乎 你说你 说什么风凉话 妈 我只是说句公道话而已 您要让觉得自己做的没有问题 何必在意我说的话呢 你说公道话呀 晶晶这么小的孩子弄得满手血泡 这公道吗 啊 你小的时候我是这么对你的吗 你这个做小姨子怎么的事不见呢 你怎么不讲道理呢 姐 妈 你们都少说两句 这都是我的错 我呢光想着让晶晶掌教训 没想到让她 掌教训没错 啊 我家的女孩 必须有规矩 但是不能用这种方法 知道吗 我把话撂这儿啊 以后再伤害孩子的事出现 我可不答应 姥姥 你别生气 不管她生气 我吃饱了 没事 走 给姥姥进屋去 明天 姥姥带你去啊 挨家去 还钱去 明天你就好好的玩 高高兴兴的 散散心 那你天不夜去 大姐 大姐 趁热吃得高 我先回房间 白琪 我们都太想让晶晶好好的 想让白冰姐在天上安心 你没错 妈也没错 是我太急于求成 从小在我身边长大的都是男孩子 最熟的张桂香也就算半个 遇到晶晶这样有个性的 我就光想用魂办法了 怎么会啊 在我心里 你是最合格的姨父 我这个姨父合不合格啊 得晶晶说了算 怎么了 将来我这个爸爸合不合格 对孩子说了算 怎么了吧 姐 春生 你真的不介意这个孩子吗 我不是说过了吗 咱们不说这个 一天你一口饭都没吃 赶紧去这吃了 我去看看晶晶和妈 还是别去了 这会儿妈在气头上 静静憋着劲地欺负你 这个时候赢上去 这个时候她得赢上去 你放心吧 妈是刀子嘴 豆腐心 她不会把我怎么样 再说了 丈母娘说我几句 妈我几句男几对气 会挺好的吗 大丈夫受得了打 爱得了妈 只要能让我媳妇 还有这个家 和和妹妹的 行了 你这是老天 给我最大的恩赐 你说错了 你才是 是你给了我一个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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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终于说得开业了 这话有点心事问罪的意思嘛 嗯 正好这个张钊订的英语磁带到了 你把我拿回去 行 谢谢啊 我也想订磁带 你给我介绍 什么最流行啊 我怎么不知道你最时髦呢 你是不是故意支持哥哥的生意呢 你别误会啊 我想听歌是因为我失眠 不听点东西睡不着觉 我还想买影碟机呢 改名我还得买盘 你不会以为我冤的头 故意给你送钱吧 自作多情 要不还得是我妹子 一句话能把我噎死 多起嘴啊 和我表哥相处怎么样了 这不用你操心 我不操心谁操心 我是你哥 一个钱晶晶 加上一个丁怡 都够你操心的 你还管我的事 这怎么都是张国荣啊 你看 谁是张国荣啊 我就说你一个追星 是业余的吧 他你都不知道 他是晶晶的偶像 天王巨星 想不到你李春生 也会拿东西收买的啊 跟你说个事 起来 看什么呢你 你看那个女后 是不是钱晶晶啊 哪个 那儿 怎么说的 你别走 妈 我还有 妈 我想跟你聊聊昨天的事 你想说什么我清楚 谁是谁非 我心里也清楚 晶晶是我们家的命根子 我只是想让你春生记住我 他进了白家的门 他就得像我和你一样 对待晶晶 妈 我只是想让您对春生 稍微好一点 您之前总跟我说 姑爷是家里的贵客 可是您现在对待春生 连一个陌生人都不如 白家 自从你和李春生在一起 你都变了 你自己都没发觉吗 你处处和妈做对 试试把李春生放前面 你变得我都不认识了 你刚才说什么 说 让我把李春生当贵客 我做不到 但是我可以答应你 我尽量对她好一些 那也不是因为她多么好 我是为你 知道吗 谢谢妈 你说从什么时候开始 咱们娘俩客气成这样了呢 这好吗 不管怎么说 我是不能看着晶晶 再受罪了 真的吧 我现在就拿钱 让李春生赔给解放 好不好 我现在去哪儿 黄妹子不就玩了吗 我说钱怎么没了 是不是放错地方了 没有啊 我就放这钱包里 钱包放这抽屉里了 妹子 别急着走嘛 咱们几个聊聊呗 就是 我们几个请客 我们去吃一顿 或者喝一顿 我们喝个一醉方休 不就认识了吗 没错 滚蛋 别呀 我们几个还没见过 打台球打得这么溜的姑娘呢 纯属交个朋友 也不给面子嘛 就是 到底怎么样你们才能滚蛋啊 交个朋友 我就告诉你方法 臭丫头你打人是不是 给脸不要脸啊 你干嘛 洗开 你小姑娘怎么回事啊 怎么了 哥妈洗个鸡的交叉 你怎么说话 怎么说话呀 那你们看 什么回事 是不是他们骚扰你 哎 你谁呀 多管闲事是不是 活得不耐烦了 我再往一遍 是不是你们骚扰我们家孩子 你谁呀你 谁是你们家孩子呀 你给我起来你 警惕 你是不是都管闲事 等我先解决他们 我再跟你说话 一边去 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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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不是要跟我做朋友吗 谁今天把他撂倒 谁就是我钱英的朋友 上 哎 妹子 他谁呀他 仇人 上啊 天英庆的仇人就是我们的仇人 别怕 人动 收拾他 收拾他 没有 上啊 上啊 不 我们错了 我 我们错了 我 我眼瞎永远不是泰山 我们跟他不熟不熟 你饶了我们 既然不熟是吗 既然不熟 以后碰到我们家孩子该怎么做 不 绕就走了 你绕 绕 你绕 跟我回家 你凭什么命令我 凭什么你让我回家我就回家呀 那怎么着 我还得请着一家人到这儿来迎接你 你又拿我姥姥和我小姨说啥 跟我回家 我自己能走 我 我累积了 妈 这怎么了 这这这 干嘛这怎么了 说她两句 就不得听了 她胡说 她当好多人面她叫捅我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啊 你怎么能当着好多人面训她呢 这女孩子自尊心强 你这没给她面子呀 妈 其实今天啊 其实今天 也没发生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我就是看见津津在外面 跟几个社会小混混在一起 我就是站在那儿 你哪见见看见我跟他们混在一起啊 你怎么问别人身上泼脏水呢你 怎么了 你问她她怎么了 你们这结婚两天半 把家里搞得味儿长气的 李春生 你到白家来 你是照顾白家来呢 你还是毁白家呀 更离谱的是啊 我们家还弄小偷了 这放抽屉里的钱怎么 这转眼就不见了 妈 您这怀疑也太伤人了 也许是您自己放错地儿的呢 姐 妈 这个丢钱 闹小偷 这是大事 我看不如报警吧 你这也真提醒我了 报警 不行 乐乐 你丢了多少钱 钱少了 人家警察也不能管呀 是不是 那我们也不能冤枉了好人 妈 咱还是报警吧 对 就报警 乐乐 不能报警 算了 这都家里的事啊 让人警察搅和着一块儿 不太合适 算了 妈 不行 有第一次 没准就第二次 不能让小偷觉得咱们白家 好偷 好抢 好欺负 没错 应该按照陈生说的办 小姨 在咱们家怎么什么都听她的呀 天津 你没看见姥姥的竟成这个样子了吗 不能报警 为什么 我们趁现在这个机会把这个人赶出白家 不正合了你心意吗 钱是我拿的 不是 姥姥 我同学过生日 我拿那个钱我给同学买生日礼物 我没来得及跟你说 我不是都没来得及 叫姥姥说你什么好 你要知道啊 拿了家里钱不跟大人打招呼 那就是偷 知道了吗 回会好好反省去 我知道了 站住 你是不是还差一个道歉 小姨 姥姥不都原谅我了吗 你 算了算了吧 这孩子他明白了明白 知不知道做错了 以后该不该 那就算了 是不是真的知道错了 看你的态度就知道 你衣服可是替你背了黑锅 道歉这么难吗 那还不想呢 我才不会跟他道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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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